大家好 我是信哥 嗨 何小事 你是 後姿妹妹 後姿妹妹 你為什麼要跟我們兩個一起錄 因為我們是三姊妹 三姊妹 所以我們是SHE嗎 你剛剛是盜用人家的團名 好啦 我們先繞回來了 我們今天其實 我們三姊妹 我們要一起來開箱 realme的Buds Air 3 另外一款是萬魔的耳機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把兩個一起介紹呢 剛好都在同一週要開賣 剛好兩個價位都差不多 實測一下 看看這兩款耳機到底好不好 不過呢 今天為什麼要後姿妹妹一起來 也有個很重要目的 因為這一款是他在用的耳機的下一代 realme的耳機 那我們兩款耳機我們先來 那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很嚴重嗎 這我真的非常好奇 你好奇 你說 你有收過助聽器的業配嗎 有助聽器 我們有助聽器的業配嗎 要業配我嗎 等一下 我耳朵很好 幹嘛 有助聽器業配 真的目前是沒有 真的嗎 但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助聽器怎麼選也很重要 我對這個 等一下好像有耶 好像有點印象 等一下你是認真人跟我開玩笑 我們會再為這個開一集 來為大家詳細解說 然後我們今天介紹其實是兩款 realme的Buds Air 3 剛好呢 你又是realme的用戶嗎 那我可以升級嗎 好啊 你開箱你今天講的好 我們兩個投票 如果我們兩個投你一票 就升級給你 好 我幫你做票 你是當我不在是不是 好了 那我們先來拆開它好不好 然後呢 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你有沒有看到我拿 這是Android的手機 然後這是iOS的手機 我們今天講的這兩款耳機 是兩個系統都是可以支援的 而且都可以下載APP 好比如說像realme的話 有個叫realme Link 那如果是萬魔的話 你就下載萬魔的APP 然後他們兩支的APP 都給了做對應 我們今天開箱後製妹妹的 第二個realme耳機 我有 它是這種顏色耶 怎樣 喜歡嗎 還蠻順的 它這次的降噪是42dB 升級很多 而且呢 它其實有強調的功能 就是說 它有抗風噪的功能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可能在吵雜環境 騎車啊 跑步 你有沒有看到我跑步 我看它沒有看你 因為你不會跑步 跑步的時候 然後坐公車的時候 那它呢 都有這個功能 可以去做降噪 然後另外呢 它有通過德國萊茵的那個測試 就是說我今天這個呢 是有個認證在裡面 叫做萊茵的 萊茵的 你開了嗎 開完了 好 套什麼 來 它第一次開箱耶 耳機本體 耳機本體 還有呢 然後Type11充電線 還有耳塞 另外的部分 我先講它的充電盒 如果你今天 完全都沒有電的情況下 它充十分鐘 你可以用一百分鐘 那就剛好 你充十分鐘 那以後你就每天起床 你剛好搭車來 就可以用了 很快耶 是不是很快 好那另外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今天 有開主動降噪的話 它可以五點五小時 沒有開的話 可以用七個小時 還是很久 你可以上班時間都在聽 上班就沒辦法聽 不過我們等一下還是要實測聽音樂 然後它的主動降噪感覺怎麼樣 還是你喜歡耳機 降噪對你來說很重要 還是音質對你來說很重要 我比較降噪跟重音 所以重低音應該就算音質吧 我跟你講 這款耳機有針對重低音的部分 有去做加強 對 那你呢 我是 外型 看你就知道 外型 你很奇怪耶 我也需要外型 你幹嘛嗆啦 完蛋了 那你選耳機 音質跟降噪你會選哪一個 我覺得我降噪還好 因為我喜歡聽到外面的聲音 你想外面的聲音 怎麼辦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同時先開另外一款 開完以後我們再一起車要不要 好 我們來看另外一款 換你的換你的 One more 我先拆掉外殼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欸 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 是為什麼 是你們覺得長得很漂亮嗎 很可愛耶 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其實其實蠻有質感的 他是比較方形設計的 而且他是有防指紋 你有發現嗎 他有霧面感 霧面感 打開 超可愛的 我覺得設計跟其他也蠻不太一樣 是不是有點不一樣 他上面這邊有點像是那種 法斯文的設計 你有看到嗎 有對不對 不然幫你們把它拿出來 他也是主動降噪喔 我們今天介紹都是主動降噪 那一樣他有IPX5的抗汗防水 另外的部分呢 APP有支援12種的錄音室等級的音效 你可以透過APP去做一個操作 他有一個叫智慧入耳偵測 你把它放下來呢 因為就會暫停 因為它好輕喔 這兩個重量 你覺得哪一個 這個比較輕 這比較輕喔 然後他快充五分鐘 可以聽一個小時 那也是還不錯對不對 這樣啊 講這麼多 我們直接來實測它好不好 好 好 我跟你講 我們剛剛已經都把它配對完成了 然後後製妹妹是配對realme 然後你是one more對不對 你先講好了 你這個佩戴起來的舒適度 還有降噪APP 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覺得他戴上去就是包覆性很好 包覆性很好 跟上一代比的話 一戴上去就有降噪 就是那種物理性降噪 現在有物理性降噪 因為他是入耳式對不對 對對對 那他APP是也可以調整對不對 對 你現在是降噪嗎 對 但你現在降噪 小時講話你聽得到嗎 你放音樂好 你這樣聽得到嗎 你這樣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聽得到一點點 那你可以開到通透嗎 小時你講話看看 這樣就很清楚 很清楚對不對 環境音好像也進來 環境也進來 因為他通透模式 對 然後他這邊有音效有沒有 你看到 這有個音效低音增強 對 你身體的感覺怎麼樣 音質很好 音質很好 是你喜歡有中低音嗎 可以 很可以 那你的換你的one more 好 那我現在講話 你現在聽得到嗎 完全聽不到 那可以開那個通透 通透 我們講話看看 這樣聽得到嗎 很清楚 很清楚嗎 因為兩個人剛好就帶不同的耳機對不對 我現在他們兩個耳機交換 然後順便講一下兩個比較感情 好 試了結果怎麼樣 我覺得算他的降噪少一點點 你覺得他降噪比較好 OK 好喔 那小時 我也完全覺得那個降噪好很多 是不是 所以不要看數字 為什麼 因為one more是38dB 但是realme是42dB 照到你42dB應該比較好 對啊 可是這個超級降噪 超級 超級 好 結尾 有你們結尾 因為剛剛助理說有急事要找我 所以我們就先走了 耶 拜拜 再見 耶 終於走了 沒有了 那我們結尾一下 喜歡今天分享的超強抗噪彎摸耳機 可以向Tim哥嚴選購買唷 如果喜歡重低音的感受 也可以自己去購買realme唷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唷 欸我沒有開箱過耶 這樣對的嗎 小時 怎麼辦我被他開眼睛 他很細膩喔 很細心 因為他想說桿是他的啊 對 你知道人都有這樣 這是他的 這是老闆的喔 老闆的喔 所以你是不是都這樣對我 我們這次開 沒有了